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如果说一切都在瞬间湮灭 营养之间有一种名为命运的铁 我还在纷纷扰扰之间修炼 教室万变都奇异冲入云间 踮起脚尖穿透咫尺的天边 我早已将泪水化作云烟 燃烧在心头依旧只能点火焰 沿天地间容不下我的一切 已不再抵着头行走 我高举双手 像青涩的天空变成耀眼的彩虹 梦中的自由而我斗魄藏球 这肩困裂风就无比炮烧的宇宙 我的命运只有我才能拥有 好舒服啊 尊贵的客人 这池水融合了二十三种珍稀药材的精华 对身体大有弊益哦 也只有在丹塔才能享受这么高级的大浴场呢 小医仙 别担心硝烟了 丹塔会长要见她是好事 要不要下来一起体验一下呀 哼 为老不存 就算 带我去试试这个推荐手册上的精油SPA 好的 请随我来 哼 女人 消炎现在应该已经见到那位会长了吧 会长已等候多时 请进 有劳前辈引路 丹塔会长是拥有炼丹领域最高权限的人 他会是怎样的强者呢 这位老者浑身精华内裂 简单的扫地动作 请暗含天地真理 楚看处处破绽 但细看又透露出绝妙意境 错不了 他一定就是会长 硝烟拜见会长大人 你说什么 小子 我们刚见过面这么快就忘了 是谁 参见会长 老赵 你的耳背越来越严重了 这里不用打扫了 退下吧 原来会长就是玄孔子前辈啊 等等 师父长这样 封老长这样 他们三个不会是什么偶像男团吧 晚辈刚才多有势力 还请前辈见谅 这样多礼可不像是你师父教出来的 药臣那个混蛋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来了 九品松锦是我的 这鱼长得可真丑 小空空 我在这里看了好久你都没有发现 我好伤心啊 空什么空 别乱给我起万号 臭药臣 来得正好 上次输给你是我大意 这次我一定会赢 算了吧 再过五百年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这次来是跟你告个别 我打算去远古遗迹探险 以后就没空陪你玩了 你真的要走啊 给 你一直想要的 就当是告别礼物吧 远古遗迹危机四伏 多少强者允命其中 为什么不留下来潜心烈药 凭你我的自制 将来必能近身单塔高层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药臣 那日一别 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曾多方打探 却始终杳无音讯 师父他 难道 药臣出事了 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故 可恨我尽一无所知 魂殿囚尽师父恕你 可我誓诞立功 什么都做不了 那家伙当初若是同一起加入丹塔 又何至于此 陆其大路上强者如临 背后若无让人忌惮的势力 难免寡不敌众 被人欺辱 硝烟牢记险被教诲 魂殿暗中抓不量要是灵魂多年 早已是丹塔的敌人 虽然丹塔暂时不能向魂殿宣战 但营救药臣我则无旁贷 多谢神公子前辈 不必客气 药臣的弟子就是我的弟子 以后叫我玄老便是 此情此情略敢熟悉啊 对了 这次找你来还有一件大事 老师 会长大人 嗯 你们来了 曹颖和丹臣你都见过了 剩下这位 是丹塔大长老的首席弟子 宋卿 曹颖经常盛在萧原先生实力非凡 今日一见 果然命不虚传 过奖过奖 宋卿是丹塔最年轻的长老 听说你天赋异禀 一直想和你比试比试 你到底和他说了我什么 好 既然你们都认识了 那就开始说正事吧 众所周知 丹塔封印三千燕炎火多年 并未驯化 此火对丹塔颇为怨恨 若是逃出星域 必会展开疯狂暴风 后果不堪设想 据说星域内的封印 已经越来越难束缚它了 不仅如此 丹汇召开在即 不少势力都是冲着三千燕炎火而来 特别要注意魂殿 他们向来不择手段 一旦强取不成 定会将其释放 到时候圣丹城死伤惨重 他们便可大肆收集魂魄 真是一剑双雕 既然三千燕炎火如此凶险 为何不将它彻底除去 因为星空之力的缘故 三千燕炎火已是不死之身 你们就是这些星锐中的最强战力 守护三千燕炎火的任务 就交给大家了 老师吩咐的任务 徒儿定当全力以赴 守护丹塔是我的职责 三千燕炎火 绝不会落入魂殿之手 丹臣也会努力的 萧炎 你并非我丹塔中人 但 求之不得 我与魂殿不共戴天 愿为丹塔出一份力 你们回去做好准备 丹会上 就看大家的了 是 那晚辈爷 萧炎 接着 这是 魂迹 魂手印 听说你对尹儿的魂迹很感兴趣 这是我当年所学的第一种魂迹 也有纪念意 而且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多谢玄老 万辈一定会勤加修炼 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里 哟 zaj 嘿嘿嘿嘿嘿嘿 教陈 当年我们未完成的毙试 就由我们的弟子来实现吧 救命啊 别过来 我 我不救了 好怪异的地方 这凝雾对灵魂力量有压制作用 只要墨亲攻击你去痕迹 顺制作应该能出去 小燕子 救我 师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来救你 疼疼疼 我这是怎么了 小燕子 你在等什么呀 回来救为师啊 谁说红尘上有三千烟火 我 放肆你眼底柔情一抹 有人解决独行越过荒漠 奔赴向这场 风泪皆获 千几万岛 银茶阳琢 人心获测 难分地窝 赤色烈火 未曾烧尽 千尘我是恩怨对错 双血温过眉间 太阳看遍天的山河 携手许下承诺 向天地笑谈着荫果 你是这真实的传说 在我的梦中蹉跎 像一个匆匆的过客